热烈祝贺美国宇航局伊犁号探测器 成功登陆火星 这是人类探索的巨大成功 将展开是否有过生命等重要探测 核岛电视HOTV编译报道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伊犁号Perseverance 星期四2月18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55分 在火星暗示安全着陆 标志着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另一个成功 更是人类探索火星历程上的伟大成功 这次为期两年的探测使命的首要目标 是确定火星上是否曾经有过生命 预祝伊犁号在接下来的火星科学探测任务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我们开始的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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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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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因此 loving整颜 Cob Pont 已開始 20m off the surface We're getting signals from MRL 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tand of half-life Looks like we're getting the first image This is the most amazing thing This is what NASA does This is what we can do as a country 這個核動力的探測器 經歷了令人驚心動魄的登陸過程 有些工程師將其視為恐怖的7分鐘 原因是登陸過程 射擊降落傘 帶動力的降落 還有一部空中吊車 把伊利號輕輕地降在火星表面移出 具有挑戰性的多延地帶 在證實安全著陸後 探測器的任務控制中心 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 NAS如今 已經向這顆紅色行星 送去10枚探測器 其中9枚成功著陸 伊利號著陸幾分鐘後 從火星地表發回了黑白圖像 任務控制中心 又爆發出一片掌聲 伊利號 極其陪伴它的 壯似直升機的獨創號 Injunuity 無人機去年7月 開始了3億英里的慢慢征程 獨創號 將測試 是否可在西伯的火星大氣層中 進行帶動力的飛行 伊利號有6個輪子 與之前已在火星登陸的 其他4個探測器 樣子相似 伊利號的著陸地點 是耶澤羅環形坑 Gesro Crater 據信這裡 是一處古老的湖床 有可能是 遠古生命遺跡的來源 這次為期兩年的 探測使命的首要目標 是確定火星上 是否曾經有過生命 在搜尋過程中 伊利號探測器 將從火星地表收集樣本 並將它們儲藏在 43個樣本管中 NASA計劃 在2030年代初 某個時候 再進行一次火星登陸使命 收回這些樣本 在收集樣本之前 NASA將在今後幾個星期的時間裡 確保伊利號的系統運作正常 謝謝收看核島電視 謝謝